美国雷根号航母打击群持续向南走 两天之内向东南方再行驶了259公里 不过一看雷根号走向 如果继续往东南方航行 真的还会进入台海吗 也让外界猜测 难道真的被解放军演习吓走了吗 回顾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时 解放军军演范围维持在中线以西 尽管如此 当时美国仍然派遣 两个航母战斗群吓阻大陆 时隔26年 北京军演不但直接跨过海峡中线 范围包围台湾 飞弹更是飞过台北 直接落入台湾周边 大陆军事力量近飞席 甚至还有两艘服役航母 而另外一艘已经下水 军事专家分析 如今美国就算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 恐怕也难让大陆掩其息骨 激发了14亿中国人民 要团结一致 加快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和意志 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 在大陆迅速发展军备之际 美国却正值老化军舰军机 大规模退役阶阶段 军事力量大幅锐减 评论也指出习近平曾经表示 解放台湾必须由他完成 美国似乎低估了大陆收复台湾的决心 记者刘嘉宇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